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我们人一出生 其实都在制造污染 在我们可以的话 其实都要赶快做环保 把它补回来 我覺得做環保 看到那個回收物 很多都好好的 人家都丟出來了 我覺得好浪費 在環保站裡面 我們會知道 東西要給它第二個生命 物盡其用 不要說那麼浪費 環保站真的是非常好的 可以講說到場 然後也可以講說 真的是很多的 年紀比較大的 很好的去除 我們這裡年紀最大的 就是一個九十二的小寶寶 那每天都四點多 就從家裡過來 除了上洗手間去一下 叫他休息 喝個東西 吃個東西 他都不要 都一直做 他是一個很客氣的長者 這裡說真的啦 除了是老人天堂以外 也可以說是一個療癒的地方 我覺得環保站真的是 適合各種年齡層 踏進來以後 就上癮了 真的 適合各種年齡層 對啊 給他適合啊 看鏡頭適合 對 對 很幸福啦 我們走得很開心 對啊 你來這裡做多久了 十幾年喔 十幾年喔 對啊 九十四年就來做啊 這樣喔 對 對 有開心嗎 對 很開心喔 只要你有心 每個人都可以來做啦 因為環保這個事情喔 很簡單啦 只要你有用心來做 拆解區有拆解區 分類有分類 都不同的工作性質啦 進來環保站的時候 每個師兄姐他們都是很熱心的 跟我們這樣喔 呵護啦 怎樣問候啊 大家都好像一家人 所以說做起來 不會感覺到說 環保站會很累啦 現在要去做 可以做啊 要補嗎 要補就補就補了 走 我小朋友齁 來參訪齁 小朋友是未來的主人翁嗎 他們齁 會來齁 關心環保這一塊齁 就感覺到齁 我們的這個社會是有希望的 少喝一點飲料 然後不要 能用的紙類在金剛酒 不要一直丟 師兄師姐請和堂 向侯大吉善門請三問信呂 請 以前還在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是會利用時間 利用夜間環保來這邊 其實白天就沒辦法了 其實時間都是自己找出來的 不是說人家安排的 你要有心去做環保就是這樣 你要有心去做環保就是這樣 太重了你不要載 你這個腳踏車 習慣了 習慣了 這也我們的店 我們要吃飯 下班就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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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說下班來啊 如果七八點再回去都給小孩子 然後小孩子吃好九點就來 然後又到十一點再回去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夠來做環保 我相信真的 我們這個世界是 是美好的 地球啦 健康 人就平安 這個原因 是 我們要是